开始时 王小飞只是想看看这上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看着看着时 王小飞就吃惊了 这个炼魂门并不是一般的门派 竟然是一个有着很久远传承的门派 只是这个门派的一些手段太毒辣 一直都被列为邪门 更是被追杀 这才藏身到了这个地方 门派是邪派 但是人家这杂技中记录的东西却非常多 许多都是传承下来的内容 王小飞看了之后 对于修真界的演变之事 也多了一些新的认识 地球在远古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可是一个强者如邻的地方 在这个星球上生成出了太多的强者 只是随着发展 越来越多的高手看到地球太小 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多的资源需求 这才逐渐离去 后来的情况与苏正元他们所讲的差不多 还真是断了林脉又断了天道 这才搞得地球日渐地衰弱下来 现在连助基7以上的高手都没有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地球上还是有着许多神秘的地方 这些地方用恋魂门的说法 那就是一个个的机缘之地 如果得到了一些传承的话 弄不好就真会是得到大量的好处 再看看恋魂门的这杂技中的内容时 王小飞也是摇头感叹不已 恋魂门倒是有着许多的传承知识 知道许多的事情 但是由于他们第一是不敢露头 第二是没有强大的阵法师 这就搞得他们看着宝藏无从下手 绿水村这片地方在恋魂门的探查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里是埋藏着一些修正高手的 正是由于埋藏了高手 下面都是布上了一个个的阵法 把灵气都锁住了 所以从外面看去时 这片区域才是那么的贫瘠 向着远处的一座山看去时 王小飞这时才发现 真的像是一座坟的样子 不过从这杂技中知道 修正者埋得很深 是在那一座座的山下 王小飞这时就想到了各门派之人 要来打通这些山的事情 打通过去并不会影响到埋的人 应该是更深的地方才会碰到 从恋魂门的这杂技中 王小飞更是发现了 除了陆地之外 海洋之中也有着许多的 这种埋藏之法 其实远古时候的修正者 也是会死的 他们许多是在战斗中死去 死去后都会埋藏到某一个地方 里面也会留下一些宝物 当然了 他们的阵法知识就太强了 后人想要破开阵法 非常困难 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王小飞对于进入到修正界的事情 也是更多了一些信心 只要得到了他们的一些宝物 提升自己的修为 应该并不困难 宝物动人心啊 王小飞坐在这里 就认真地想着 如何得到宝物的事情 正在这时 王小飞就接到了 园医道长打来的电话 看到是王冠这小子打来的电话 王小飞就笑道 你怎么最近都不联系我了 王冠就苦笑一声道 我说老大 级别不够啊 你现在是民动世界了 只是修正者知道我而已 有几个老百姓知道的 你还别说 现在老百姓也越来越多的知道你了 没想到你唱歌都那么厉害 怎么样 到娱乐圈来发展一下 王小飞就认真道 这件事情我还正在追查 感觉那天是有人故意把我推上台的 当时人多 也没顾得上去查看 王冠就哈哈一笑道 导演并没有什么恶意 人家也是给你一个机会不是 王小飞就猜测 王冠他们可能知道那人的情况 就问道 是什么人 也没什么人 是我掌控的一家公司下面的人 正好他负责灯光 又看到了你在那里 想着你喜欢这种场合 就把机会给了你 我打这个电话给你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你不要怪他 原来是这事啊 王小飞倒也并没有真的去怪那人 毕竟自己借着这事 又弄了一条完美灵根出来 我说小飞呀 你既然喜欢 就适当地投入一下怎么样 我下面有一家这样的公司 最近正在打算弄一个唱片出来 如果你愿意 你爸我二 一切都由我来负责 你只要唱几首歌就行了 我会找一些灵气很足的歌来给你唱 哦 是这样啊 王小飞向着自己的石碑看去时 只见上面已是又多了几十万的道元 就有些心动起来 呃 那好吧 你先选择一些歌曲 到时候我们再研究 听到王小飞终于是同意了 王冠就哈哈大笑道 如果你唱了的话 相信这唱片会卖疯了 挂了王冠的电话 王小飞又想了一下 感觉到这事对自己是真的没有太大的危险和麻烦 这才算是放心了许多 这时王小飞又在想着挖那些宝藏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 王小飞知道 首先就是要拥有一个能够钻入地下的法宝 传承中倒也有着一种钻地缩 倒也完全能够炼制出来 其次就是要有足够的防身手段 那些坟墓应该并不简单 万一出了问题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第三就是要准备一些生存的手段 把这些事情想了一遍时 王小飞就开始盘算着自己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 钻地缩首先就是一个需要好好地解决的事情 翻查了一下戒指里面的物品时 王小飞发现自己还真是缺少这方面的材料 看来又要准备一下材料了 王小飞发现自己现在的事情不少 提升修为 挖宝 还有就是让自己的灵根达到完美 这些事情都必须要一样一样地去做 在看了看背上的道源时 王小飞又叹了一声 自己的道源是真的很少 一时之间还真是有些难以获取 既然有了一条提升灵根的方法 没道理不提升自己的灵根呢 王小飞心想 无论做什么都行 这次是把面子拿下 只要能够获得道源 那就去做 不必在意大家的想法和说法 后山的药田里面 王小飞清理着药田里面的灵草 只要是戒指里面没有的灵草 王小飞都会移进戒指里面 多出来的就种到了药田之中 现在王小飞的药田有25亩了 王小飞也在想着抽空 进一步地扩大一下药田的面积 刚弄了一阵 邓义就打来了电话 小飞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啊 哦 什么事 你说 王小飞听得出来 邓义仿佛碰到了什么事情 哦 是这样的 这里有着炼魂门的事情 我向上级报告了 结果上级非常重视 专门派了一个小组到来 哦 这事无所谓了 本身就是可以报告上级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小飞啊 我感觉这件事情有些怪了 突然间到来的人都是一些修正高手 我是肯定打不过他们的 哦 修正高手到来了 是啊 奇怪的就在这里 他们来了之后就在这里四处的查看起来 仿佛并不是在意炼魂门的事情 更多的是对这片区域有兴趣 哦 我知道了 王小飞挂了电话之后 心中就有些明白过来 炼魂门能够知道这里是一个修正者的坟墓之地 那些门派没道理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看来这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不过王小飞一想到 那些坟墓都存在着一些阵法时 心中倒也没什么紧张的地方 一般的修正者根本就无法破开 这些坟墓四周的阵法 果然 王小飞刚刚拿出炼魂派的预见 凑到了脑门 把里面的内容观看了之后 破空声传来时 张盘龙等人是一个个地降到了王小飞的院子里面 随着一个个地把这影符散开时 王小飞就发现到来的全都是掌门之人 王道友又来打扰了 张盘龙微笑着看向王小飞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要来 王小飞请大家坐了下来 这次就连那幻语真人也到了 大家刚刚坐下 苏震元就急切道 王道友 那炼魂派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王小飞道 我也刚刚了解到一些情况 据说这里的大山都是一些修正者的坟墓 他们炼魂派在这里挖了许多年 也没有破开阵法 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 我看他把活人炼成了魂人 就把他击杀了 大家想去看的话就去看看吧 就从前面那个屋子里面进去 这些掌门也不客气 都站了起来就随着王小飞 走到了周竹海的家里面 这里也是有着军人在这里守护 就连邓毅也在这里 看到大家到来 邓毅引导着大家向这里面走了进去 感谢观看